大家好,我是蓝爸爸 今天呢,咱们来讲日本战国时代著名的剑豪将军,足立一辉 足立一辉生于1536年 出生地在日本京都东山南禅寺,小名菊床丸 父亲乃是视听幕府十二代将军足立一晴 母亲出生于藤原北家敌流 武社家彼头的禁卫家 菊床丸的老爷名叫禁卫尚通 乃是禁卫家第十五代当主 曾两次就任官白 他曾在1508年的农历4月16日写过一篇日记 里面有这样一句话 如今之时有如战国之势 这里的战国呢,指的就是中国古代的战国乱世 而他的这句描述就成为了日本战国时代 这个名称的由来之一 在菊床丸出生后不久 父亲足立一晴就把他送给了他老爷 禁卫尚通做游子 这个游子呢,就是养子 但是啊,与普通养子不同的是啊 他不需要改姓 也不需要搬到养父家生活 但是呢,他跟养子一样 享有养父家的继承权 禁卫尚通非常高兴 因为这是将军的嫡长子 未来的将军 然而那个时候呢,师厅幕府也已经被架空 十全都被幕府管领所掌握 所以啊,祖立一晴为了夺回权力 就数次与管领西川情缘发生武装冲突 结果呢,在1541年,疫情战败 五岁的菊床丸只好跟着父母逃亡到了 晋江国版本地区 去寻求晋江守护大明六角定赖的帮助 后来,祖立一晴跟西川情缘时好时坏 曾经一度返回京都 但是呢,又被赶了出去 所以啊,菊床丸的童年 基本是在奔走逃亡中度过的 1546年,朝廷赐予菊床丸明慧一腾 并且按照惯例让他就任佐码头 这个官职一般是由师厅将军的继承人来担任 同年,一腾正式园服 由于一家人还在晋江版本避难 所以啊,园服里是在当地的日籍神社举行的 由六角定赖担任乌帽子亲 就是在仪式上给行礼者加冠的人 戴乌帽子 一般是由长者或者特定的贵人执行 事后两人形成一种拟定的亲子关系 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给孩子认个干店 西方人给孩子找个教父 本来将军世子的乌帽子亲 是由幕府管领来担任的 但是现在啊,两家闹翻了 所以啊,独立义秦就任命 庇护自己的六角定赖 为管领带 为自己儿子加冠 趁热打铁 在园服之后的第二天 父亲独立义秦就把将军之位 让给了年仅十岁的义腾 正式就任第十三代师厅将军 然后很快 父子两人就回到了京都东山慈兆寺 义腾也开始以将军的身份 进行各种活动 1547年,在京都任职的西川家族人 西川国庆强占了公家的弟子贤 弟子贤可以简单的理解成为公家贵族的一部分俸禄 等于说呢,把人家公司抢了 那公家们肯定是不干了 于是啊,就引起了不小的骚动 这个时候呢,敏锐的义腾察觉到了机会 立即宣布西川国庆为将军之御敌 说他不足以成败 西川国庆由于承受不住压力 亲自向义腾谢罪 并且被赶出了京都 将军毕竟是五家最高领袖 即使没有多少实权 但地位是摆在那儿的 这么一搞 义腾受到了公家的大量支持 不仅跟父亲一情一起 败业了后奈良天皇 而且还从六角定籁那里 借来三千兵马 在京都城内巡游示威 石青将军的名望得到了极大的提升 虽说这一系列动作肯定是 大人在后边出的主意 但十一岁的义腾 能在台面上配合完成这些事 也是很不简单的 随着将军权威有所恢复 幕府管领西川情缘又起来发难 再次把义腾父子赶出了京都 甚至一度想要拥立义腾的叔叔 足立一围做将军 这个时候 尽将守护六角定籁 开始在两方之间调和 因为西川情缘是六角定籁的女婿 自己又跟义腾父子的关系很密切 等于加在中间很难受 最终经过一番斡旋 在1548年 义腾跟情缘达成了和解 双方在晋江版本会面 情缘放弃用力新将军的想法 而义腾父子也默认了情缘的权威 不再与他为敌 从版本回到京都 接受情缘的保护 本以为这下能过两年安生日子了 谁承想 西川情缘的重臣三好长庆 却打出了反旗 并且在短时间内击败宿敌 迅速崛起为几内第一大势力 情缘为了躲避其锋芒 于是决意从京都出逃 义腾父子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 也跟着情缘一起跑了 三人结伴 又来到晋江版本 找六角定籁帮忙 六角定籁这个心里直骂娘 我该你们的还是欠你们的 一有事就往往这边跑 当初费老鼻子劲才让你们讲和 本想大家都消停消停 如今倒好仨人一块来了 1550年由于经不住折腾 义腾的父亲独立一情病逝 义腾自己也是一会儿这边 一会儿那边 连个固定的地方都没有 而西川情缘与三好长庆 打得火热 难分胜负 义腾就寻死呀 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好歹得让我回到京都 起码不必这样颠沛流离 于是在1552年 义腾向三好长庆伸出了橄榄枝 以任命长庆支持的西川士纲 做管领为条件 达成了与长庆的和解 从而能回到京都 据说义腾此次入京的时候 身着华丽的衣装和佩刀 在数千名士兵的保护下进得城 我呼喊三终于又回来了 归京之后 义腾任命三好长庆为御贡仲 作为将军有力进尘 然而通过一段时间的相处 义腾后悔了 这家伙比西川情缘还可恶 完全把自己当成了傀儡 三好长庆外号日本父王 你想他能把你当个等吗 于是转过年来 义腾进驻京都东山灵山城 宣布与长庆决裂 再次跟西川情缘结盟 长庆知晓后立即派兵围攻 义腾亲自指挥防守 但最终还是败阵 再次出逃 来到了晋江朽牧地区 这一次一代就是五年 来到朽牧的义腾 痛定思痛 自己作为将军 一直被人家赶得到处跑 究竟是为何这么命苦呢 想来想去 看来是名字没取好 定是跟八字不合 于是在1554年 义腾改名足立议会 想着改改名 说不定运势就好了 这段时间的议会 也开始频繁地 跟各地大名进行交流 经常出手给人家调停 卖人情债 大量地把自己的偏惠 授予一些有利大名 以此来积攒人脉 提高威望 古代日本讲究一字拜领 把名字中的一个字赐给对方 通常是上级赐给下级 这是一种荣誉和肯定 如果你拜领的是上级家的通字 那么将更加难得 通字是一个家族成员 通用的名字 独立家的通字是义 那么受领议会偏惠的 比如上山恢虎 也就是千姓姐姐 议会跟千姓的关系很好 一达徽宗 一达正宗的老爹 毛利徽元 毛利元旧的孙子 兽领义子的 你像最上一光 岛金一酒 朝仓一景 武田信玄的儿子 武田义信 大伙也能看出来 这些都是些牛逼的人物和家族 一辉非常清楚 自己如今能拿出手的资源 就是将军的身份 很多地方大名在平时 很难得到将军的垂青 如果能得到将军的直接背书 这对于自己势力的稳固 是大大地有益 那么反过来 这些大名们会继续承认 义辉将军的身份 因为你否定他 你自己从他那得的好处 也等于废了 这也是为啥 即使义辉在近江朽木地区 待了这么长时间 仍然没有被强行 废除将军之位的原因之一 一开始 西传情缘不就是想废了他吗 三好长庆为啥就不这么想呢 因为有这么多牛逼的大名 都承认义辉的身份 难免引火烧身 所以说 后世对于义辉的政治手腕 评价很高 二十几岁 这么年轻就懂得如何利用 有限的条件保护自己 当然这跟他早年苦难的逃跑生涯 有很大关系 心智应该比较成熟 除了运用政治手腕之外 义辉还非常痴迷于剑术 你只有自己身手了得 才能在不断的逃亡生涯中 立于不败之地 是吧 应该还是原先苦难的生活造就的 传说义辉剑术精湛 曾经接受过日本著名剑圣 总员普传的指导 有说法认为 义辉习得了秘传奥义 一只太刀 这个招式只传给武艺和天赋都很高的人 绝对是凤毛麟角 总员普传连自己儿子都没教 虽说有可能碍于义辉将军的身份给个面子 但能得到剑圣的亲自教导 这本身就是一件难得的经验 后来另一位剑圣上群信刚 又传授给义辉新一流剑法 也就是说 两位剑圣都教过他一个人 这应该是绝无仅有的 其他暂时想不出来还有谁 可能北田巨教有过类似的经验 但他主要还是总员普传教出来的 同时这两位剑术大师 是日本历史上剑术造诣最高的两位 只有他们俩才有资格被称为剑圣 当然这都是后世给的名号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议辉的武艺肯定是不赖的 说他是日本历史上身手最好的幕府将军 都不为过 因此后世也称他为剑豪将军 在朽木的这段期间 议辉一直跟三好长庆私奔 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年 最终还是妥协了 选择跟长庆和睦 干不过 1558年的年底 议辉终于又回到了京都 再开幕政 这一次 三好长庆给予议辉后遇 好吃好喝 各种用度和各种礼仪 都做得很到位 议辉内心终于一块石头落地了 可以安安心心的过好日子了 任命长庆为将军御乡伴众 赐予同文使用权 三好一门的族人和家臣 也赐予偏会和官位 整个三好家都荣誉加身 社会地位陡然提升 成为将军职臣 从此以后 议辉跟长庆进入了蜜月期 大家各取所需 相安无事 直到1564年 三好长庆病逝 议辉对于权力的欲望再次燃起 在三好长庆死之前 三好家一系列的主要族人 都已经没了 家中事务由长庆的仲臣 松永九秀父子和三好三人众负责 在这种情况下 三好家的权威本身就在下降 而幕府这边的地位相应的得到了提升 议会抓住机会 加紧与各地大明之间的联系 参与到各种政治活动当中 以赴将军权力 马上就要复活的样子 松永父子和三好三人众非常害怕 如果将军的权威恢复 别说我们哥几个 整个三好家都没好下场 于是就开始盘算着 废掉议辉 拥立议辉的堂弟 足立议荣做傀儡 议辉肯定是不干 两边就开始暗地的你中我夺 1565年农历5月18日 京都的局势一切平稳 毫无波澜 然而根据外国传教士的记载 这一天议辉总觉得不对劲 认为有危险就要来临 于是就离开了刚修好的居所 二条狱所 以躲避灾难 可能是自己经历了长时间的苦难生涯 这一方面的感觉比较敏锐 然而他身边的近臣们都觉得 一挥多心了 就不停地劝他回去 一挥仔细想了想 确实没听见任何风吹草动 可能是自己敏感了 于是就听了近臣的话回去了 第二天 三好三人众和松永九秀的儿子松永九通 率领一万人出现在了清水寺附近 理由是准备参拜寺庙 谁知一眨眼的功夫呢 这一万人竟然来到了二条狱所 围了个水泻不通 说要找将军上诉 要求进入狱所之内 一挥不许 于是三好三人众和松永九通 便率人开始强攻 一挥也带领狱所内少数人手进行抵抗 但是深知寡不敌众 于是将近臣召集起来 分别赐予好酒 大家一起痛饮 然后面对冲进来的敌兵 一挥一马荡心冲上去迎敌 这些近臣们战斗力很弱 一会儿都战死了 只有一挥手持剃刀 在敌人中大砍大杀 砍累了就扔掉剃刀 拔出自己的配刀继续抵抗 一时间竟然无人能近身 后来士兵们用长枪把一挥绊倒 然后用拆下来的木门将一挥压住 最后才将他刺死 那么传说中一挥在房间里 把鸣刀都插在地板上 进来一个砍死一个 这样的情景呢 大多是后世创作 也是为了凸显一挥建豪将军的特点 一挥死后 整个日本举国哗然 与一挥关系比较好的那些地方大明 纷纷表示愤慨 尤其是上山天信 在神佛面前发誓 要取三好和松永的首级 公家的山科研记在日记中写道 无言以形容 此乃前代未文之事 连天皇身边的女官都对这件事感到悲愤 因为幕府将军从地位上来讲 也是这个国家的君主 他是仅次于天皇的 你看将军身边的东西和人都是御用 什么御所 御相伴众 御贡众 连敌人都是御敌 一定是君王君主才能用御什么 日本虽然成天下刻上 但是除了皇族内部斗争 没有一个人敢明目张胆的要推翻天皇的 仅有的特例呢 是平安时代的平将门 将军也一样 自打由幕府以来 你可以架空将军 可以赶走将军 甚至可以流放将军 就是没有以臣子身份明着去杀将军的 这都属于大逆不道 人神共愤的事 所以这个事件呢 也被称为永禄大逆 1567年 京都真正极乐寺 为议会举行了追悼仪式 京内京外 社京和晋江附近 不分贵贱 不分男女 总共汇集了七八万人来参加 上至公穷贵族 下至平民百姓 都为议会来哀悼 人们除了为祭奠议会之外 也是在表达对三好和松永恶行的抵制 议会死的时候只有29岁 在他之后 三好和松永拥立了足力一荣 做十四代将军 议会的弟弟足力一招 趁机跑了出去 最后得到了大魔王 之前信长的帮助 杀了回来 成为了最后一任使听将军 好的 今天的故事咱们就说到这 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